哈喽大家 防疫在家要如何保持正能量 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 有一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其实现在呢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千万不要乱跑 然后呢要乖乖的听政府的话 然后好好的在家做这个居家防疫 然后记得室内五人 室外十人 因为现在是第三集了 那我相信呢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好好的在家 很快呢 应该就可以把这个危机给解除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正向的力量 也许这阵子大家会觉得生活突变 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珍惜 平凡的美好 所以以前常常会抱怨上班很累的大家 现在是不是很想念自己的同事呢 我觉得虽然我们多了一些 预期不到的时间可以休息 但是也会让我们更珍惜 当生活可以回归正常的时候 所以呢 一定要很正向 最近疫情会紧张吗 其实 有一点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 但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 如果不要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戴好口罩 然后回到家 一定要好好的清洁 好好的洗手 保护自己 才能保护别人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的 那我防疫在家都在做什么呢 打扫家里啊 陪狗狗玩啊 跟老公培养感情啊 然后还有就是 对自己更好一些 花多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 所以 以前很忙很累 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对所以 单身的人 好好的在家 追剧 看电视 进修 整理家里 房子很乱的人 居家整洁 好好的打扫起来 那 主要我在家 就是 现在都是 叫一些外送啊 外卖啊 我打算趁这段时间 精进一下自己的厨艺 首先第一个要件就是 先把鱼给坚守 好 我会多加练习的 好不好 这就是我防疫时期的课题 努力的充实 进修自己 那 身为一个孕妇 乖乖的在家 我想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段时间 其实我是蛮习惯 宅在家里的 因为我平常真的都蛮宅的 那最近就是 因为我在做频道嘛 那我也会 写稿啊 什么的 像这个都是我自己写的稿 大概这样子 很努力抗议的大家们 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坚持着 对 所以你们不孤单 因为我们都一样 然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跟朋友们也保持一点 适当的社交距离 对于你爱的人 现在要给他一些爱的距离 好不好 然后 居家简易的朋友 千万不要怕怕燥 那不得不出去工作的人呢 记得一定要口罩戴好戴满 然后勤洗手 这个真的很重要 然后呢 最后 一定要叮咛大家的件事情 就是 防疫距离的这个APP 一定要给他下载下来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知道 自己有没有跟 有风险的人接触过 好吗 我们一起加油 努力 希望可以很快的 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住 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可以 回归正常的生活 还是要好好地感谢我们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真的很谢谢你们 你们很辛苦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一定要做好保护自己 才可以保护其他人 如果真的在家 非常的无聊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的话 可以看看之前的狼人杀影片 或是听听我讲的冷笑话 那不如趁这个机会也讲个冷笑话好了 请问狼人杀里面 哪个角色最容易头痛 有两个 答案是预言家跟猎人 因为 头痛欲恋 对不起 加油 拜拜 午安金矿们 今天已经是我们防疫待在家的 第三天 然后哇 你们真的很乖 都不会乱跑 每天就待在家里 真的是好榜样 而且都有维持安全距离 但人类是没那么短啦 可是就是 你们是金矿不一样 大家都要好好的待在家防疫哦 跟我的金矿们一样 很乖 很乖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